中共两会后的最后记者招待会遭到舆论的抨击 外媒形容记者是跑龙套的 敏感问题、实质问题都没有涉及 不过事后有不少记者曝光 他们在记者会前已经被警告 不能涉及周永康等敏感问题 否则会上中共的黑名单 有评论指出 中共一方面对记者进行打压来控制舆论 另一方面使用假记者 还有假记者制造的舆论自由的假象 已经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的安全 据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网披露 中国外交部和政府新闻办公室 在记者会前告诉记者 现在提问周永康问题还太早 谁这么做了就会被列入黑名单 不会获得再提问机会 13日 600名中外记者出席的记者会上 15家提问的中外媒体 没有一家媒体涉及最受各界瞩目的周永康案 而中日紧张关系 新疆、西藏及人权等国际关注议题 也没有记者提出 德国之声形容这场记者会 记者是在大型表演秀里跑龙套 采访过两会的海外记者 向香港《苹果日报》透露 两会会务组新闻办手中 有一份所谓友好媒体 即可信赖记者名单 记者会前 官员会假装了解余情 问记者会关心什么问题 只有当记者的问题符合当局期待 才可能列入候选 官员建议被选中的记者 穿得鲜艳、醒目一点 记者会上 官员还派人陪记者站醒目位置 方便主持人点中 另一方面 违约记者将被列入黑名单 以后不但无法采访两会或总理记者会 甚至可能无法获得驻京采访签证 前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指出 在中国要想冲破中共的钳制 披露中国的真实问题 不但要具备记者的责任感 还必须有无所畏惧的勇气 我不做中共的记者 进行独立的采访 被拘留、被打、被骂 被收了照相机 最常见的办法就是 在互联网和电话上监控 进行破坏和捣乱 还有跟踪 敏感时机被带出去 派别人监视我 劳教等等都有过 马晓明家里的网络 从2月22号开始 一直持续到两会结束 不能上网 而记者打电话时 他的电话一直是盲音 五小时后才接通 马晓明说 他一个电话也没打过 原《山西青年报》记者高秦荣 因揭露当地官员的腐败 被冤判12年 2006年浮育8年出来后 尽管当局承认冤判 却至今还没有恢复他的工作 去年12月 中共当局拒绝更新 美国纽约时报和彭博社 24名驻京记者的签证 迫使他们离开中国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记者在北京采访时 摄像机被警方暴力毁坏 去年11月8号 中共政府又拒绝给路透社 驻北京资深记者 沐一仁发放签证 拒绝他回北京 据报道 在政协某记者会上 曾有日本记者 无意拿到提问的麦克风 刚开口要问禽流感问题 主持人打断他说 不是给你的 贺令他交出麦克风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政治学教授夏明指出 中国的未来将影响到 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另外西方国家的很多资本 投在中国 他们有权利了解中国的状态 国家人口都不得了解虑 没准备 写秀 世界的状态 愿意 写悉